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要跟大家來做一個PK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學長 收到許多人的詢問 問說中階磨豆機 如果想要升級的話 升哪一台比較好 那學長呢 推薦的這兩台的差別在哪裡呢 所以我們就針對這個 如果你是要升級磨豆機的 今天這集一定要看到 那我們今天主要PK的主體呢 就是這兩台學長比較推薦的 中階的 而且你升級一定會有感 只是要來選擇說哪一台更適合你 那這兩台就是Fellow Old 還有Baraza的V Plus 這兩台 那Baraza有很多個系列 那V Plus呢 是我覺得是目前比較好的系列 好 首先第一個 是最關鍵的就是價位的部分 那Fellow Old 無論是黑色白色現在價位呢 都落在10980左右 有時候會有點折扣 那Baraza大概是8500左右 所以呢 實際上這兩台呢 有將近3000塊的價格差 都是中價位帶 但是Baraza價錢絕對是比較甜一點點的 而且學長也覺得Baraza是目前 中階磨豆機裡面的CP值最高的一台磨豆機 所以如果你在價位上有點考量的話呢 Baraza其實是蠻划算的 那第二點呢 是關於它的外觀 那這外觀上面呢 我相信大家對於 Old的外觀設計呢 都應該會很滿意啦 因為Fellow的強項 其實就是它很棒的 很簡約但是 很有質感的外觀 那Old無論是白色或黑色 還有兩顏色可以做選擇 它的質感都非常的好 那你買了絕對不會失望 那Baraza呢 其實它的外觀上面 因為它是追刀磨豆機嘛 是比較主持統式的 但是它其實它的面材啊 也是黑色跟銀色塑缸喔 其實也是質感也不錯 但是如果以外觀來說呢 我是投Fellow一票 覺得Fellow外觀再略深一籌 那第三個部分呢 是關於它的研磨的廣度嘛 那這個東西非常的重要 那Old雖然它的研磨度非常的多 但是事實上來說 Old的研磨的區間帶呢 是輸Baraza的 Baraza可以磨到 家用意識機的等級 那在更寬的部分呢 也是沒有問題 但是Old其實它磨到最細呢 也就是摩卡古的等級 所以呢它的泛用性來說的 Old是略輸於Baraza 所以在這方面 Baraza的寬度是比較寬的 那第四點呢 是關於刀盤 那刀盤其實隔皮性就比較少了 為什麼呢 因為Baraza是追刀刀盤 那Old是平刀刀盤 那平刀跟追刀其實就沒什麼可比性啦 那這兩台機器的刀盤 也不是傳統的刀盤 那都有一點改良 所以它在刀盤上面呢 其實我覺得是平壽啦 沒有什麼可比性 那接下來是風味的部分喔 那第一個部分呢 是關於萃取率的部分 那這兩台呢 其實我覺得Old的萃取率 略微比Baraza高一點點 沒有到非常的多 但是高一些 所以Old它可以做出更多的風味物啦 那Baraza稍微這方面就稍微弱一點點 它東西可能沒辦法擠出那麼多 OK 但是呢第二點呢 就是Baraza強項喔 相對來說 它的乾淨度是目前這個 1萬塊上下的機器 甚至到2萬塊的機器呢 的家用機來說呢 Baraza乾淨度都是 最好最好的 非常非常的乾淨喔 喝起來很爽快 就算你技術很差 你也不太會有苦雜味 尾韻喝起來就是沒有什麼負擔 那Old稍微 比它乾淨度稍微差一點點 那也沒辦法 因為它的風味萃取率比較高嘛 風物就會比較多一點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取捨 如果你要東西多 可以選Old 如果你希望乾淨 每一次喝起來都很舒適 那可以選Baraza 那在其他風味的部分 包括香氣的部分呢 其實香氣在兩個呢 我覺得是差不多的啦 他們兩個 說實在香氣的表現 都不算非常的強 都算是OK 中規中矩的程度 他們兩個比較大差異是在酸跟甜度 那Baraza的酸度呢 會比較清涼一點 比較明顯一點 那Old的甜度呢 是會比較顯著一點 所以如果你喜歡喝酸的話 選Baraza 選喝甜的話呢 選Old 那以上呢 就是關於它的風味的部分 那接下來下一點呢 我們來跟大家討論的是 它的上手難易度 因為有些咖啡粉 它磨出來的 細粉綠 或是均勻度呢 會讓你很難上手 譬如說我們最有名的小動物系列 就算是一個比較偏難上手的力競 就充足起來容易有瑕疵什麼的 但是呢 這兩台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講 共同特色 就是它的細粉綠是偏低的 Baraza比Old還要再低一點 但是它1%左右啦 不多不多 但是Baraza是目前我覺得 它的細粉綠非常非常低的磨豆機 但是Old也是偏低的 所以這兩台呢 在出苦味跟瑕疵的部分 都是不太容易出來 在難易度上面呢 Baraza略勝一點點 但是其實兩台都非常非常的好用 都很簡單使用 那接下來呢 是關於使用體驗的部分 那使用體驗呢 會讓你使用的時候覺得說 很順手啊 或是覺得很舒適 我覺得也是蠻重要的 好首先第一點是關於殘粉 殘粉的部分呢 Old常常被人家詬病的必分析 就是說它好像 它的殘粉率有點高 尤其在這個 這個 出粉口的部分會卡住 就算用它這邊這個 敲粉的這個 也好像也敲不乾淨 但是學長建議大家 如果你買Old的話 你就 要清乾淨 最好的方法就是拍這個頭 這樣子上下拍 其實你的Old不會受傷 但是呢 它是最乾淨 能夠讓你的粉 極盡可能的乾淨 那如果說Baraza的話呢 事實上來說 它也是會卡在這邊的出粉口 但是呢Baraza的設計上面呢 你是可以把蓋子打開 然後用吹球在這邊吹 是可以讓你的粉直接落下去 所以呢你搭配吹球的情況之下呢 Baraza 它就比較不會有殘粉的問題 那Fello呢 它是沒有辦法用吹的 你吹會吹不到 所以Fello呢只能用 拍頭的方式 所以呢這兩個 我會覺得是 Baraza的略勝一籌 然後 關於它的自動關機 的功能 這兩台都非常的聰明 它是不用自己去手工關機的 它自己會關機 Fello的部分 它是有一個PID的控制 就等於說 它裡面的馬達呢 當發覺說它的豆子 沒有豆子的時候呢 它就會 開始緩速 然後完全 過幾秒以後 沒有豆子 它就自動關機 所以你是不用做任何動作 它磨完就可以放在那邊 就完成了這個研磨的動作 非常的舒適 那Baraza呢 它是利用這個旋鈕 你可以控制每一次 研磨的時間 譬如說以上來說 我大概磨20克的豆子 大概是10秒到12秒 所以呢我就可以 調整到13秒或14秒 那我按下去以後 就不用管它 反正呢 13秒14秒磨完以後呢 它幾乎就是磨完的狀況 你也不用說去關機 或者說沒有關機很吵 這樣 所以這兩台其實都有這種 類似於自動關機的功能 只是說如果以 聰明度 或者說 它的 質感來說的話 Fellow的這個PID 它真的是有點厲害 而且感受度上面 就有高級感 所以呢我是判 Fellow音 接下來是 關於它的研磨速度 還有研磨音量 那這一點呢 也是Fellow音 因為 Fellow的PID的 剛才說這個PID控制的功能 然後加上它的研磨的速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大概 Odd同樣的 鬥子 只要BARASA 50% 60%的時間 所以等於省了一半的時間 但是其實BARASA的速度已經很快了啦 只是因為Odd實在是太快了 然後再加上 Odd在開機的時候 如果沒有到鬥的話 它會有一個 怠速 就是 聲音非常小聲 然後磨完 一下子幾秒鐘 就開始進入怠速 所以整體來說 它的聲音體驗 都覺得非常的高級 BARASA就是比較 傳統的做法 然後它整體的聲音也是略微比Odd稍微高一點 如果你是一個對環境音很要求 就不能太吵的話 Odd絕對是 贏BARASA 那BARASA其實如果你沒有很在意這個環境的問題 BARASA其實也不是特別吵 也沒有特別大聲 只是說它跟Odd比較起來 它也是比較吃虧 那接下來呢 是講清潔的部分 這兩台清潔的部分呢 BARASA略微贏一點點 因為其實BARASA的清潔非常簡單 就是把這個 這豆槽呢 轉開 然後呢 把你的刀盤 拿起來 然後呢就可以拿吹球 還有毛刷把裡面清乾淨 然後呢把豆槽的部分拿起來 把裡面吹乾淨 你就完成了 它比相對來說呢 它的零件的 拆裝啊 還有 它的組合 都是比較防呆的 Odd其實相對來說呢 會 麻煩一點點 它這邊打開以後呢 它裡面是有螺絲的 所以你要把螺絲轉開以後呢 才可以把刀盤取出來 所以呢你會需要用到工具 然後呢刀盤取出來的時候呢 也會比較難拿一點點 需要用一點技巧 才會清裡面 所以如果以清潔來說的話呢 BARASA是比較簡單一點點 所以就看你有沒有這個清潔的需求 但是呢 我也不能不跟大家講 BARASA它也是有一些縫隙 譬如說它的 這個粉杯的下面會有一些縫隙 或者說它的刀盤跟機身方面有一點縫隙 所以還是會卡一點點細粉 但是這些卡這些細粉呢 是不會影響風味的 因為它並不會進到你的 出粉的入境之中 你在使用的過程之中 其實你不用常常去清它 因為它不會影響你的風味 那最後一點呢 就是關於升級的可能性 BARASA基本上它是沒有升級的可能性 它的刀盤就一直長這樣 刀盤盾了以後你是可以換 OK 但是呢 ODER它還是官方有出一些 升級刀盤 譬如說SSP刀盤 或是其他的刀盤 有可能可以讓你的風味變得不一樣 但是它的代價也不低啦 因為可能要 五六千塊的 新刀盤 然後你要拆裝 拆裝不難 但是 要花一筆費用 所以會讓你的 ODER價錢 會可能跌到 15000 16000左右 但是就可以有 升級的這個功能 所以這一點的話 不能不說 ODER還是有一點點的擴充性 OK 好 重上手術呢 大家應該都 聽明白這兩個的 差異性 它們其實 都是非常好的機器 尤其對於居家來說 都很OK 無論是風味 使用體驗 或是說外型上面 或甚至連價位 我都覺得是一個蠻甜的 機器啦 它中間會有一點點 彼此的差異性 但是就是看你個人的需求 基本上呢 相信買了這兩台 都是不太會後悔的啦 但是如果以CP值來說 因為它還是 便宜3000塊 可能 Barassa的CP值是更高一點點 但如果你對生活呢 的外觀 或是使用體驗 的追求更高一點點 那 ODER多那3000塊 其實也是值得的 你用的時候 你會覺得 也是值得的 所以這個就 雖然兩難 但是呢 反正你選哪一個 其實都不會錯 OK 好 以上呢 就是學長正式的 咖啡頭組攻略 如果大家對這兩台魔鬥機 有什麼任何問題 或者是 你對其他的魔鬥機 想要拿出來一起PK 那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學長就 看有沒有興趣的 做給大家看 那謝謝大家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